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版纸是收报1917点 涨0.36% 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缩量8181亿 港资是净流出了71.42亿 尤其在午后加速净流出 市场陷入到一个谨慎观望 增量资金开始缩减的一个行情里面 今天的市场探底维生情绪谨慎 旁边上计算机 传媒 电子设备跟新能源建筑板块领长 领跌板块主要是家电 通信 有色金属跟房地产为主 那么可以看到随着海外疫情的一个扩散 对流动性的一个估压 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一个深层次影响 今天这个市场是继续重心向下 那么逼近了2月3号国内疫情爆发之后 开市的这个啊 这个位低的一个啊 低点 大概在2685左右 啊 那么情绪呢 趋于谨慎之下呢 今天市场数量下探这个2700点 这个位置上啊 这个支撑呢 我觉得后面还是相对啊 会仿佛的考验 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创下一个低点呢 我觉得是有的 那毕竟呢 这个位置呢 相对于18年底啊 市场担忧经济衰退的那个底啊 还要高出这个啊 200个点左右 那么现在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经济局势啊 啊 实际上呢 已经比19年底啊 19年初啊 那一种衰退呢 更为严重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推断的话呢 那么户指啊 呃 如果啊 这个户指啊 会不会呢 再串出 介于这个2400 四百五啊 到这个2680 这样中间的一个低位呢 我觉得呢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好 那么 呃 消息面来看 今天啊 有一个啊 比较这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个北向资金港资呢 在早盘呢 市场遭受估压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股力量啊 并没有这个太大的一个净流出 但是在午后就不一样了 这个资金呢 开始这个大幅剧烈的一个净流出 啊 那么这一块呢 我觉得呢 可能跟这个一个消息有关 就是这个罗氏附属 啊 这个附属 啊 罗素呢 本来呢 是宣布啊 在这个星期五之后呢 宣布三月份呢 啊 将会一次性呢 纳入这个A股啊 啊 最后一轮这个扩容 接近了一千亿的一个人民币增降资金会入场 但是呢 这一块呢 啊 它突然间呢 有一个变化 就是呢 为了这个 啊 让风险分散啊 那么打算呢 分两个步骤啊 纳入呢 这一批啊 这个最新最后的一批一批这个扩容 那么其中呢 四分之一呢 是在三月份的亡成 另外呢 四分之三呢 是在六月份的亡成 那么这意味着啊 市场短线冲紧的这个增量资金呢 啊 这个预期落空 啊 那么这呢 会不会是引起了今天这个港资啊 进一步加速流出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呢 可能有一定的一个相关 那么另外呢 全球资场呢 抛售炒仍然是在持续 那么由于呢 经济这个动荡比较严重 而世界呢 这个啊 货币结算呢 啊 又是以美元为主 啊 那么在这个整体新 啊 这个美元啊 这个架在这个美元身上的这个危机啊 在不断的一个发酵 令到呢 这个资产被抛售啊 换成这个美元兑现 啊 邦师回朝旧火啊 那么尤其呢 是在啊 昨晚呢 美股方面再次跌停啊 自定一些这个公司在呢 啊 倍感不安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啊 加上这个全球范围变这个不断的一个啊 疫情的一个冲击啊 那么令到呢 资产的一个抛售潮呢 非常强烈啊 那么现在呢 还没有止步的意思啊 那么后面呢 可以关注极客的要点啊 吹坏因素呢 仍然是全球流动性宽松 那么潜出来之后呢 还是会去着力的啊 那么只不过 尤其是在这个恐慌过后 那么另外一个积极的因素呢 就是中国方面呢 啊 湖北的一些这个之前受灾的一些啊 地区啊 他们在高速东路上的一个关卡呢 正在撤掉 那么湖北啊 全国之前支援湖北这个啊 这个抗疫的一些医疗团队呢 正在这个向啊 这个四面八方退啊 这个撤退啊 那么说明呢 啊 湖北省啊 这个抗疫呢 已经是啊 离这个啊 这个已经是进一步呢 有一个向好的一种迹象出来 好 那么这呢 啊 也是啊 进一步暗示呢 这个中国全范围内的一个副场啊 现在呢 应该是成为全球经济呢 啊 这个在非常悲观里面的意思这个啊 这个亮点啊 那么这呢也是吹坏因素 那么最后要关注的要点呢 啊 无非是海外的疫情呢 什么时候能见拐点 那么最新新的消息呢 这个意大利方面的一些官员呢 披露啊 这个已经有望呢 见到这个新确诊啊 这个拐点出来了 好 那么啊 美国方面呢 很多地方呢 也是开始了封城啊 比如这个今天早上呢 这个美国的旧经商啊 芯片这个硅谷制度啊 那么也是实行了这个封城 那么实际上呢 封城啊 对于这个 这个疫情的一个控制啊 防控呢 是非常有用的啊 用这个中国的经验来看 好 那么如果呢 更多的一个海外地区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对立里面呢 那么对于疫情拐点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时机啊 将会啊 更加这个确定啊 那么恐慌的一个抛售啊 自然呢 就会越来越少 好 那么市场呢 啊 就有望回归这个瓶颈 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看美元 因为现在这个全球资产抛售之后呢 因为美元结束为 结算为主啊 啊 是支撑着这个美元在高位啊 尽管呢 这个联储大幅度的一个降息啊 这个不断的一个QE 啊 那么 呃 一旦呢 这个市场啊 回复瓶颈呢 那么大家首先会把这个之前兑回去的美元呢 又兑出来 那么美元指数呢 后面会走弱啊 那么相应之下呢 黄金呢 之后也会走强啊 那么不是呢 啊 跟黄金呢 如果参照08年经验呢 啊 黄金会 这个提前反应啊 所以呢 这一节 这一节自己根呢 都是关注这个接下来的啊 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指标 好 那么最后呢 说一下异动这个板块啊 这个新基建板块 发国为早上呢 开了会 会里面又强调要加大5G数据中心新基建的进度啊 并且呢 也提到了一些旧基建啊 并且呢 也提到呢 要加快这个装向载的一个发行力度等等 那么 实际上呢 在过去一到二月份呢 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内的啊 众多经济数据啊 这个非常敞淡 那么 意味着后面呢 加快这个步伐呢 补足这个经济建设进度啊 啊 对于呢 维护啊 社会稳定啊 经济啊 这个复苏啊 都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啊 那么相关的板块呢 特高压指数 云计算指数 5G指数 充电桩指数啊 等等呢 这些啊 今天呢 相对来说呢 应该是说跑赢了这个市场啊 大部分 那么 政策面来看的话呢 像刚才提到的货币材料产业呢 都是一些利好 那么疫情的一个催化呢 令到这个云经济的一个渗透率提升啊 在今年呢 进一步的加快 啊 所以呢 这里也利好呢 整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推动啊 那么 利好呢 一些啊 相关板块的一些订单的一个需求啊 以及呢 商业的一个收入啊 未来的一个增长啊 那么也利好呢 这个企业的快速这个啊 成长起来 那么 第三个呢 就是啊 这些呢 又更多的是以内需为主啊 跟这个国外呢 基本上可以啊 这个分开来啊 所以呢 订单预期的加强啊 受到海外营充 影响呢 比较有限 海外呢 更多是集中在供应链方面的一个影响 好 那么 风险来看的话呢 就是这一批个股啊 估值呢 不能说特别高有泡沫 但是呢 也是相对比较高 那么 如果市场后面进入到一个说量谨慎观望的一个阶段里面呢 那么 这一批风险这个估值偏高的部分股份呢 它还是会受到这个资金啊 兑现的一个冲击 好 那么 上面提到个股没有持有 那么 明天节目里面呢 好 我们再见 来 automotive 感谢观看